还疼吗 还疼吗 不疼了 我阿父阿母结婚之时 想必你也有所耳闻 不过你放心 我只是想让你在与我定情之前 与我阿母见一面 往后 你们不必经常见面的 我不曾害怕 你阿母只是生病了 但她并没有错 错的是毁她人生之人 程阳侯待我殷勤 我却对她冷淡 仇恨 世人皆盗我 冷血无情 是个不孝之人 什么孝不孝的 那也是现有父慈 才有子孝 分别就是父母有错在心 凭什么责备子女不孝在后 孝不孝 子胜 我觉得你并非是冷血无情之人 还有 你阿母 你不必太过担心 我方才见那叔父 对后夫人十分上心 定能好好照顾她 那位叔父 是崔幼将军 她少年时便爱慕我阿母 不肯娶妻 但后来 被崔老夫人逼着成婚 但崔后夫人 却在产子时难缠而亡 在那不久后 我阿母便与承阳侯结婚了 崔叔父 便也立下誓言 誓死不娶 为我阿母 官居至今 这世上还真有这么痴情的郎君 用情之臣 用心之真 这一强情意 真是忘记你难还 我对你 亦是如此 霍夫人如今还不识得我 然后我带你 多多来看她 好 你嫁给我 我 日后 便是此处的女君 你想来便来 无人敢拦你 对了 子慎 之后你也不必起 早太黑地来送我 这也太辛苦了 那若是我想你呢 你也不必起来 我应该说 我应该给你 我心想你 你也不必起来 我会说 那我会说 那你却不够了 咱们 你怎么回事 我都要不敢 那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一定能安心的 之前我定亲的时候 同样也是请了好多人 可最后亲事不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又突然亲我 往后 你要是还说如此 我不爱听的话 我就还用这个法子 堵你的嘴 三日后就设业啊 这未免也太匆忙了吧 子晟说了 所有的事物交给他就可 咱们不需要操心 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宴请宾客的名单 他去你请点来宾客 娘娘 定亲 怎能如此草率呢 眼下李室盐不过两日有余 可双方父母却还未曾见面 其他事情 更是无法筹备啊 堂子 这些子善都已经考虑过了 他说了 所有的婚事筹备 都听我们陈家的 不必管其他人 可曾想这个林不宜 是如此草率之人 心事 也如此不谨慎 女君 两位女公子 程阳和夫人到访 她来做什么 当日装病不可下聘 咱们家去 她也不肯见 如今到亲自登门 连房 带女公子回屋换件衣裳 去酒追堂迎客 是 少商 果然生得标致 让人一见便心生欢喜 怪不得子盛 这般急于娶你 上次没来下聘 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 这次岂能错过 禅阳侯夫人倒是健忘 我们之前在汝阳王府见过的 当时你还为王娘子要 责罚我来着 再说 我们子盛年岁不小了 现在娶妻 怎就着急了 对 夫人不是子盛的亲身阿母 许是忘记她生辰了 少商 许是听子盛 说了些对我的怨言 心有不满吧 不过往事已矣 就算你们不愿理睬我 还能不认侯爷吗 子盛碍于君皇阿子在 软不下身段来 可不得由我这等妇人 先走一步吗 程阳侯夫人的消息 可真够灵通的 我身为少商的阿母 方才知晓 三日后二人定亲之事 你倒是迅速得很 只要我心在子盛身上 她有何事 我能不知道呀 夫人 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你 请问 夫人是何时寡局到凌驾的 是霍夫人嫁去之前 还是之后 妾身命远不济 前夫亡故之后 无处可去 只好投奔姨母家 姓有君皇阿子照抚 那就是婚后啊 听闻当年程阳侯夫人 和霍夫人 相处甚邪 亲如姊妹 夫人服侍左右 无有不体贴 我却与阿子相处甚为和睦 所以才自愿洗手做羹汤 侍奉外兄与阿子 但不知为何 君皇阿子竟不肯容我 非要我性命 我知道 大约是霍夫人喜欢睡大床 不愿与你挤在一处 往事不提为妙 我此番前来 特是为了三日后的婚事 商议如何操办 对了 我还给少生带了些薄礼 这两位婢子 是我花十万钱从南方买来 歌舞刨出样样精通 今后就留在府上 将来好伺候你和子盛 陈安侯夫人当真是有趣 如今 我连子生的床态还不曾摸到 现在就送来两位美貌的侍女 分去我未来郎序的床态 怎么 我要谢谢你啊 你这小女娘 怎能如此满口无言会语啊 夫人觉得这是污秽之言 这世上有人能做污秽之事 却听不得污秽之言 哪有这样的道理 程少少 你竟敢如此当面羞辱我 我可曾得罪于你 你们程家就是这般待客的 程阳侯夫人 子盛是我们家未来的郎序 程家自然与他站在一处 夫人与其在我家迂回试探 不如去寻子盛啊 若他肯来个往事已矣 那么我等自会将你奉若贵宾 否则 我们也绝不会逆子盛之意行事 阿母说得对 这句都是我心中所言 去灵侯夫人 你可知已今日少商所言 大可治他个不孝之罪 夫人若出门传阳出去 我家也是断断不会认的 我家将军虽不比程阳侯从龙得早 但是在都城的武将中 也有几分拨眠 连圣上和皇后 都对我家少商称赞不已 时时赏赐 我就在想 这个都城中会有谁 能信夫人的话 好 好好好 我今天算是认识你们了 城少商 你既然不肯认我这个军姑 那我看 过几日这定亲宴也就罢了吧 你休想进我们灵家的门 我们走 秦聪 送客 不必送了 我可做不起你们的 女友 女友 今日你为何不断激怒淳于氏 她虽不是此生的亲生母亲 终究有名分在 哪怕不来往 也总会相见 你说你 你怎么如此任性 也不怕我家中惹麻烦 阿母 我昨日见了霍夫人 若不是她 子圣母子为何会如此痛苦 我这人 最讨厌多人所爱着 与这种人虚意为你 我当真是做不来 可是女公子 若定亲宴她当真拦着你 不让你进门 岂不是笑话 这哪有待嫁女娘 被拦在门外的 你等着看吧 届时 谁进不了谁的门 那还说不定呢 今日不是林将军 与城市的定亲宴吗 怎么不见宾客呀 啊 啊 长阳侯夫人弄错了 今日宴会 不在少主宫府上 而在 取邻侯府 此生又不是入赘 定亲宴 怎么弄到程家去了 这么大的事 为何没有人告知我 我也在想 如此大事 怎会没人告知 长阳侯夫人 走 去取邻侯府 我家少主宫吩咐过 今日取邻侯府宾客 悉数出世请帖 若无请帖 任何人不得入内 长阳侯夫人 还是别去 以免白跑一趟 给我请帖 请帖 我已经发完了 这该请的 我可是一家也没落下 想让全都城的人 看我笑话 今日无我 这婚 别想顶城 旗林侯真是好福气啊 生出了这般出众的女娘 这都城里 谁也不想林将军做狼穴 她去万里挑衣 相装了你们家的城寺娘子 我城市啊 总算要苦尽甘来了 代少商出了架 那我家的宋儿 也该娶新妇了 你说是不是啊 亲家 城外两家在一亲 怎么没有半点风声啊 不是说十三年啊 你娘只招入赘的吗 我家事务 都由将军和军姑做主 我并不知道 入赘 入什么赘啊 你不要浑说 人万家没有这样说过的 怎么没见林将军啊 这订婚的日子 新郎婿怎么不见了踪影 也是啊 来来来 大家断气酒杯 同喜同重 女公子 林将军差人送来口信 她让我嘱咐女公子 不必心叫 她一会儿便当 今日 无论遇见什么人 发生什么事 女公子都不用慌 该骂就骂 该闹就闹 你姐有她呢 里边请 里边请 好嘞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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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公子 里边请 公子不是从不爱 粗这样的人呢 说什么浪费时光 这剧众看人成亲的癖好 那还不如在家中 多读几本圣贤书呢 所以今日为何还要来凑这碗人呢 你懂什么 我是来劝学生脱离苦海的 这世间最害人沉溺的 便是成亲 我与成少商好歹师徒一场 不能明知前路艰险 还由着她往里跳啊 那若这成亲是苦海 你说为什么那么多男男女女 都要往里跳呢 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如你家公子我般 看得通透 好 那敢问通透的公子 那对人是作甚的 二位夫人 请柬 没有请柬 我看谁敢拦我 赌杨王妃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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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 这人 你就很理想 然后 在我去 你投下 我困难 你也有点 我困难 你到底在想了 你把你当心的 感谢观看 我又何罪 你无才无德 不忠不孝 难道不是罪吗 汝瑶王妃 今日突然前来未曾远迎 还望恕罪 不若我请王妃 去上座用宴 我没有收招你们请帖 何来颜面赴宴 若非带了王府侍卫 怕是都进不来 你们取邻侯府的大门吧 上座 老身更是担不起了 是我府上疏忽了 汝瑶王妃地位高贵 无有情帖 也可以畅通无阻啊 哼 说得真好听 你们这些后生 望却长辈恩典 不请我便也罢了 竟连未来君姑都不厌弃 是否太不知礼数了 取邻侯夫人 老身今日就替你管教管教 这不知礼的小女娘 来人 把她拿下 是 是 简直疯了 真是不跟我们成家念子 老阳 夫人 你 是 是 是 汝瑶王妃 你虽位高人贵 但我家将军也并非不依百姓 今日在座的可都是朝堂同僚家眷 汝瑶王妃擅自责罚小女 是否有些欺人太甚 圣上在老身面前也要尊称生叔母 你不过是一个区区武将之气 替你管教是给足你脸面 谈不上欺辱 来人 给我掌照承上上嘴巴 是 是 谁敢 老王妃 他们连汝瑶王妃的人都敢打 这明明就是在打老王妃的脸 这程家各个粗鄙不懂理 如此武将之下 怎么配得上十一郎 少商虽是粗鄙 但也至少廉耻 不似卯仙人 爬上自己外兄的床 如此不知廉耻的事情也做得出来 你 你当着长辈的面 你竟敢如此污蔑未来金工 我方才并未指明道心 老王妃 不必如此着急对浩如总 再说 前两日我才去看望了我的未来军 他如今正在杏花别院养病 今日来的军工 是哪位啊 放肆 我说的是程阳侯夫人 就是爬上自己外兄床的那位程阳侯夫人 你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今日我要好好叫醒你 我看谁敢拦 叔母 若鱼要拦着呢 我送你去这封 town 她 Volker 我给你带到哪儿 你会采取的事情 你可以听到哪儿 你们商量 你们这边 真的没关系 有一些人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不通学识 还喜欢打架斗喊 果真娶了这小女娘 怕是列祖列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河 别急 再等等 叔母 少商在余身边数月 素来温良恭俭 人善豁达 从未有何不妥之处 叔母今日一来便气势汹汹 更想羁押少商 行事未免过了 我不过是管教晚辈 懂得何为孝道罢了 程家亲人太甚 在女娘家设定亲宴也就罢了 连孤舅程阳侯府都不曾派情提 简直不像 今日程阳侯身体有恙不能前来 命夫人代为操持 竟连亲嫁门也登不得了 陈家第一次嫁女 难免有所疏漏 况且在去灵侯府设宴一事 子慎也请示过肾上议下 若老王妃不信 不若命人去询问肾上 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程少商满口胡言乱语 犹辱皇家体面 你不可再纵容他了 方才老王妃还说 区区小事不必劳烦身上 如今倒是也麻烦上了 反了反了 这小女娘分明不将皇家慰言放在 Sum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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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